稍等我见一个会议 被发现了 其实就是像 就是像传奇虚拟主播致敬 还挺有意思 稍等一下 我检查一下 我检查一下我的直播间 我检查我直播机 人什么 行 直播机现在来了 最近这一天播完之后 财政收口如何呀 这几天还算可以吧 跟打工差不多 行像个人 就我他妈没钱 我没钱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钱都在雇业那边 而且我也不会要这个钱 你播这种内容 你播这种内容 不不不不 我们单位是有硬性的通知了 就是我们所有的自媒体账号 都要报备 如果我这个小 就我们现在这个扯案的方式 被发现了 到时候就是我领导 放下给我擦屁股 我领导想办法保护 因为我在我们那个部门里 还属于非常补费 我的那个 就是属于能力强 还爱搞事的 就大概懂我意思 大概懂 我在单位就是 我比领导知道一些 多知道一些信息量 但是我知道这个信息量 可能是不太合适的 我去做事 上级部门找过来 把我骂 把我们骂一顿 然后领导抗压 我上告 下一次再来 简单来说的话 就刚才我在群里说了个事 实际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简单来说 这次的策略是什么呢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所在的这个单位 是一个 在玉三家里 是属于比较傻逼的一派 所以 所以就是这次 给我们的要求是装孙子 谁说都可以 我们必须装孙子 我希望这次彭博社 学聪明一点 提前抢一部手机 然后立马空运到加拿大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梗的原因是什么 Tech Insights是加拿大的 然后彭博社 在过去是对Tech Insights 是有一部分持股支持的 以Tech Insights的那种 专业报告为止 而且我自己本人也买了 Tech Insights的会员 你们要闲得淡疼的话 可以买一个 一年好像1200吧 还是多少 忘了 1200什么货币 好像是那个人民币 我算的是人民币 我忘了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 我没想那么多 咔咔入了 我买的是基础版会员 它是一个行业网站 专门分析 那个芯片领域的进展 还有一些行业的东西 我是觉得 我很早就认清楚一点 你想看行业方面的相关的报道 你是要花钱的 当然了 如果你非要说 你去买保老的电子时报 Digi Times这种 那你也对 我会说你也对 你说的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炸死这个事 就是我肯定是不能干了 再干的话 就不是说跟上回一样 霸我账号了 可能就霸我人了 霸我人的话 那就不好了 上次被霸账号的话 我说实话感觉就很不好 我心里因为很大 我当上次 我就把我的账号包破了 这次的话 我一账号包破就不管这的 不是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何必呢 为什么呢 不 就是 是这样 因为那个国外会有一帮人 用你的信愿 我当时我分析 国外有一天静默期 我当时我就说 老外是一帮傻逼 然后这个说法 被某 保导媒体引用了 被某保导媒体引用了 然后玩的还挺大 然后就有保导媒体引用的来源是什么呢 是贴吧 然后说贴吧说 我叫萧文的 怎么怎么着 怎么怎么着 就很傻逼 这个事就是从头到尾都很傻逼 我到现在 我都觉得就是你们真当真的呀 你们真当真的呀 然后就说 当然了 当然了 那个报纸也是个小报 不是什么正经报纸 这下不得不信了 我去贴吧发了呀 但是你说这次压力大吗 压力很大 这次压力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就是 只要他上市 肯定会有一帮人去扒这个事 而且按照我说的信息走向 大概率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发 大概率是不打招呼直接发 因为我线下 我曾经跟HV说过 我跟那个美国老爹底 那个外星人Roger一样 我cosplay了五个不同的角色 说了五个不同的需求 在五个不同的门店 去想要这部手机 之后都告诉我说 这位先生 你留下手机号 注意 没有说 所有的官方的店 给的口径出奇的一致 您留手机号就行 但是哪天来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只能等发布会 我也没办法 我也收不了你金金 因为我都不知道 自己都不知道这手机多少钱 你就知道这个消息 压得有多紧 相当统一的严格防御 这个玩意 他妈的 这就不是一家卖手机的公司 这他妈叫气卡 好吧 能这么讲纪律的 只有气卡了 我能想到的 那你下一步搞什么 下一步的话 当时我是查了什么呢 查了华为的几个研究所 结果日经新闻的聆听方 在是聆听方 还是林年方 我忘了 你可以去查一下 应该姓林 他在台北写稿的 日经典型 在台北写稿 然后说大陆的事 很傻逼 这次呢 他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是华为上海的青补总部 一直在挖人 挖的人的企业的名字 有的叫范林 有的叫应用材料 范林 Lam Research Applied Material 你应该知道 Applied Material 知道 那这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人家做全套啊 兄弟 你要做全套 你这不是大宝剑 你这不是搓油 你这不是搓奶 你做全套的话 那麻烦了呀 你要干啥呀 这个就你 这个说法 你这不是搓油 你这不是搓奶 你这直接开始办初中了 你这直接开始办高中了 就全套了 你玩全套的话 那大家心里压力很大 一般情况下 日经写这种狗皮暴露的真实性 我会说 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他会能拿到一定信源 但是他拿到的信源 可能是一帮傻逼啊 就他还跟我不一样 我都是野生信源啊 我这个傻逼不傻逼 纯属看啊 对面给不给面子 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能抓到人啊 你像 你像那个日经的一些人 你像彭博的一些人 他是固定信源的 就专门负责这个业务的 他如果写的稿 跟狗屎一样 这个东西 他们没发现 那就本身就是狗屎 对 虽然日经是狗屎 但是日经在这个领域 想扎屎还是很容易的啊 我们要说这个事 就是大家听了推乐就行 搞到之后 就是这一天 我一直睡不好觉 为啥呢 就是这发布会开的还挺哆 开完了之后又不让我报 报完了之后又要如何如何 然后这一天 我又我充分体会到了国企内部啊 这个行政性业务啊 这种职权分割给一个正常的啊 一个正常的在商业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啊 打工人造成的深厚的精神冲击 就简单来说 你知道我一直在干什么吗 我一直在干建立根据地这个事 建立根据地你得有枪吧 你得有炮吧 你他妈你得有粮是吧 就更要命的是这一天 我玩的是什么 我玩的是终结者黑暗命运反抗 没事 我觉得我看弹幕 我看一眼弹幕 嗯 除了你你怎么 你怎么不能够提前的加一下直播剑 你有功夫开直播 不是 粉丝群 你有功夫开直播 你没功夫加群 群都满了 你跟我说这事 怎么着 我单独给你加一个群 那跟咱俩私聊有啥区别 嗯 然后那个 我我说啥的 那个 对那个所谓的建根据地这个事 我前一天 我犯的最大一个错误 就是玩终结者 我玩终结者搞了之后 我后半又睡不着觉 然后白天睡不醒 白天睡不醒吧 我这几天处理的事 还都是行政上的事 今天折腾折腾合同 明天搞搞采购 后天他妈的追追进度 整这几天 我是工作也没干好 行政也没干好 生活也没干好 一吞乱嘛 我跟 我已经跟领导说了 跟我弄极眼了 我说等最近稍微消停一点 我要去回龙观看病 领导问我啥病 我说你别问 我就去回龙观看病 这个直播间里 对华北地区比较熟悉的 应该知道我这话啥意思 我没有直接说我去安定 我会说我去回龙观 就人已经他妈的 就消耗到一定程度了 我必须得那个 那个槽已经到底了 我得说找个地方 我还还 就神奇宝贝知道吗 他不是有个球吗 那几个球 然后放到那块充电 现在都休息好了 我现在就那个状态 我就得找个球 让我待里面 让我充个电 要不然太蛋疼了 你知道吗 赶紧赶 你是一个 最近那个状态 确实是不大对劲 该歇就歇 所以那个 所以PC0是搞不到是吗 搞不到 我搞不到 我就是 现在基本没有漏的渠道 一般情况下 这种新的这种 所谓的产品也好 就我们不管是手机 还是汽车 所有的产品也好 这个时候应该是会有一些 外观消息的泄露的 但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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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重量解了 就是你们 包括你们看的那些 所谓的渲染图 也是外界的推测 就是问题就麻烦在这儿了 就是你物料堵得这么死 干什么 大哥你卖手机了 你卖电脑的 你不要把物料堵这么死 你下游厂商不好 跟你合作 你现在 现在就是他们这么玩的目的 就是我就把这个路给你堵死 我也不告诉你手机哪天发 我他妈卖都不卖了 怎么的 你妈了个逼的 不过了 摁吃毒食 但是你也没法指责人家什么 对 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你也没法拿他怎么样 人家既有理由 也有本事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特别讨厌这家企业 就是想骗的钱很难 你知道吗 他真的就是一分钱一分钱 给你掰开了揉碎的花 然后这帮 这帮傻逼 这个公司的傻逼员工出走之后 创办了另一家企业 那就不是花了 就钱都不舍得花 还要让你创造出 给他花钱的机会 他才会给你 他才会给你花钱 你就想这两家企业 多么的丹 抛开我的责任不谈 你就不能想办法给我花钱了 对 他他妈让我倒贴 我 他说你先弄个池子 你先做个东西出来 然后我们 我们再往里掏 我给你补 我说我长这么大 头一次听这么干 太硬了 哪三个字 哪三个字现在都进不来了 去满了 什么哪三个字 放他妈的屁 他妈的赵明 王八蛋 赵明你个王八蛋 每次他妈都白嫖 一到关键时刻不给钱 就你们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 给他策划一个活动 到最后告诉我说 不做品轩 不扯淡吗 非常实际 就是我最近这种状态特别差 对了 但是最近有一个好事是什么呢 中科院放化 未来两年 要实现汽车流化物路线 注意我说的是流化物路线 全固态电池 争取实现落地变产 我怀疑是真的 因为是青岛所 青岛有一个生物能源 和过程 生物所吧 反正生物能源所 那个破名字 还有过程研究 我一听 我现在一听过程研究 我就恶心 但是他们克服了一个很简单的工艺 是把流化物的电极做一个折叠 这个折叠的过程 你们可以理解成做巧克力微化 但是问题在于巧克力微化有降 这个过程要求降尽可能少 甚至没有降 他们现在拿这个东西 做了个软包电池 固态电池也就是软包电池的 简单来说就是外面套了层 那个铝箔也好 锡箔也好 就给它弄个软壳包起来 叫软包电池 这个软包电池做了三百多次 三百次充放 目前来说没有问题 现在还在实验当中 不过我觉得基本离成不远了 今天播什么 今天播尖端技术 尖端性 您就看嘛 我一来直播间 画风就不一样 太灯了 然后联想到今年某重大会议的时候 南开大学副校长激扬慷慨 催人尿下的说 我们要在未来一到两年内 造出六百瓦时的 充一次电跑一千公里的电池 大家当时都以为是放屁是扯淡 结果刚开完给你来个蜡 你看我们这个土地就能诞生古惑仔的文化 什么叫古惑仔的文化 想一想亮坤 亮坤在枪毙之前说什么 出来混 要讲信用 说杀你全家就杀你全家 你说可咋子 就这他妈傻逼工业的能力 对了 今天还有一个新的 今天还有一个新的 更搞笑 是那个华尔街 华尔街日报 因为华尔街日报现在是登录制 我不能看他全文报道 但是有一家媒体叫做商业内幕 转带来他的报道 简单来说就是 乌克兰的那个科技和那个转型发展部长 抱怨 抱怨说美国的无人机太蹬了 小型无人机 又贵 又不好使 还容易被俄罗斯干扰 掉下来 得出结论 怎么办 买大江 那确实 那确实 这篇文章到这还不算可怕的 然后他们后来引用了一下美国厂商的话 就说 美国厂商都已经把飞机卖到乌克兰了 那是不是得给自己稳资 美国厂商说 我们的飞机在乌克兰 那也是差评如仇 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飞机又贵 性能又普遍落后于同市场的其他产品 他们经常不能按照宣传的那样 发挥其应有的性能 并且常常出现故障 你的美国小无人机绑了一个炸弹 飞一半掉下来了 请问你是去捡还是不去捡 就大概就这么个问题 后来的话 五角大楼推出了一个计划 叫做替代者计划 replicator 这个计划预计是在2025年8月 给出几千架 可以使用的小型无人机系统 他们叫无人系统 但是多名不居民的官员 告诉华尔街日报 这个项目的计划的进行十分混乱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于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就是 中国在相关领域 在这个无人机部件的产业链领域 占据着上游优势 所以这方搞到最后 他妈的零部件 可能都还得七拐八拐 还要去找一家 made in China的 made in PRC的地方去传 评价为一卡脖子就翻白眼 一松手就吹牛逼 那你说怎么办吗 怎么办 注意啊 这是乌克兰人的评价 这不是我的评价 坐等大江开源 还能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我在量半八卦他们 所以就是 为什么我经常对这个东西有信心 我有信心的原因在于 就是工厂在谁手里 对吧 这个武器就在谁手里 武器在谁手里 胜利就在会手里 就会在谁手里 对吧 那个胜利女神啊 他不一定会站向正义的那一边 但他一定会站向啊 有枪有炮的那一边 这也是我对以色列的态度 这个正义女 胜利女神也好 正义女神也好 他不会站在真正的说是啊 秉持着功名大义的一方 但他一定秉 他一定会站在有着 战斗导弹和过程因素的那一方 就弄他狗日了 打就完了 有人问 大江为啥开源 你说这个我也不知道 大江这种能占据市场80%的份额的怪物 不想开源 那为什么那些统治里还没他的老想着开源呢 开源就是占据市场的一种方式 对啊 就是因为我玩大了 我才我所以可以不开源 就是如果我占据绝对优势 我反而可以藏着掩着 举个例子 OpenAI OpenAI当初去搞LLM的时候 最开始的GPT1和GPT2的这个版本也是开的 但是后来 埃尔特曼觉得就是说是我们后续迭代的一个超级算法 我们不想我们不想再开了 然后马斯克因为这个事情就跟他接了嘛 但是马斯克这个在这个事情当中 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私心的 但是马斯克的思维是什么呢 就是我有私心 我有这个公平 我就把私心和公平搅和在一起说 他也不管 他就是这么个人 我说消息是说是6月份可能会推出4.5 Turbo 但是说实话 我认为ChairGPT不是我们应该追逐的一个东西 因为不鳄论坛我去了 不鳄论坛的话 我跟当时现场的那个张亚琴的观点是一致的 就是AI现在无法理解人类社会客观所存在的道德观念 和这个生了并死春夏秋冬这种自然规律的概念 你给他喂一堆数据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回答基本的问题 举个例子 为什么孝文吃饱了之后要去厕所拉屎 他没法回答 这个问题他没法回答 为什么孝文半夜 这个老得准备纸 他没法回答这种问题 人为什么人死了 对吧 人为什么会死 他没有办法解答这种问题 就是人死了之后怎么办 如果看来死亡这个事 AI没有办法回答 你现在AI的话没有办法平衡这类问题的话 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AI会给出正确的答案 但是这个正确的答案是反道德的 就这么个事 就那个什么狼抓羊最后直接撞死 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 什么这个这个 狼白烂对吧 还有那个什么让无人机射击目标 然后最后无人机选择先把先把这个技术的操作员给逼了 对对他会真的会有这种偏向 这种偏向是很的一点的 所以最好就就现在让AI还是在还是在AI的位置上做的比较好 你就你就没发现吧 最近国内TRAI BBA这帮人全他全他妈销定了啊 现在给给折腾自动自动驾驶了 大概是大概是因为没法用GPT写出俄军失败的场景 再用苏诺实现吧 不不不再用SORA实现吧 苏诺是编程歌的 然后然后自己的水平也不够写出好听的歌词让苏诺来唱 我那个苏诺我还我还真的啊 我拿他生成了一生成了一首堵开源的相关歌曲 还挺快啊 他妈的三分钟就生成了两首歌 还有release版的 有空会发情 这玩意免费的啊 这骚扰了 这玩意免费的 你身上可以拿他生成双眼会心的歌 以后应援歌可以随便出来了 嗯可以随便出了啊 但是这个AI的话 他好像对KPOP比较热衷 啊你就你就想一个三四百多斤的大胖子跟着跳跳那个应援舞 就是不是那个韩团的那个舞叫什么来着 跳热舞啊 就挺呆的啊 就就那个曲风因为太KPOP了啊 对求求不要伤害我的眼睛 即使没有即使没有画面 他也在伤害啊 啊呃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事什么呢 那个富士康要推轮值呃 轮值CEO制度了 我有感觉郭台铭他们想跟郭台铭彻底啊 划清界限 我大概能感觉到 好吧 因为刘洋伟肯定是接不住这个盘子 但是呃 你真把刘洋伟弄进去 他现在也没有人能接啊 现在就是富士康你说他造车 他他也造不出啥了 因为苹果已经明确放弃了 现在就是富士康啊 妈都逼啊 他怎么往后说这个产能我是要了 我是不要了 我是扔了还是怎么着 他没法解释啊 意思就是苹果造苹果不造车 富士康就造不了车 嗯 怪 这到底是谁跟着开源 也不知道啊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嗯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就是嗯 foxcon在 呃 印度的那几个工厂 你别看业务现在做的还行啊 嗯 但是在未来的话 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大爆雷 说说 因为因为有很多企业已经进行过打样了 举个例子像小米啊 像OPPO啊 像Vivo啊 嗯 嗯 我们要理解啊 呃 印度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制度源自于哪里呢 源自于一种混合了 呃 小农 呃 不是 在当地应该不能叫小农 像是呃 一种封建地主式的呃 生产组织模式 那不还在 结合上一半学自苏联的呃工业生产调配制度 啊 再加上一部分学自英美的呃 政治制度啊 再加上本土的土司制度的这么一个混合体 这会导致一个什么事呢 都让你叠完了啊 就是你就是听到这的时候大家脑子已经乱了 但是先别乱呃 呃 我先从头开始说啊 在印度你想开一家大企业 你得有许可证 生产许可证 就很久以前都在有啊 当然现在这个东西名义上是没了 实际上是存在的 嗯 就是各邦形成的任一大堆的许可证制度 简单说你得找个爹 给你开个证 办个照 这个东西是跟苏联学的 那么下一步涉及劳工 劳工就会有工会 印度的劳工的工会制度是捆绑在政党 以及地方的一些呃 利益团体旗下的 嗯 这个呃 这个还跟欧美式的不一样 这个印度式的是什么呢 他真他真打你 他真闹 他真闹 立刻的政客捆绑啊 他会跟政客捆绑啊 然后你终于把这个工厂的事 你倒等消停了之后 还有一个土地的问题 土地的问题涉及到当地的地主 一连串的东西都搞定了 你这个公司的生产运营可以开始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 电 哎对印度的电 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电你也搞明白了 也云也运转起来了 下一步是税 税制 印度 印度的中央税制和地方税制是极其混乱的啊 等你终于把这个事搞明白的话 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超期的费用 那个叫专利的一个豁免费 这个专利豁免费的制度是什么呢 就是我想查你 我就能查你 而主导通过专利豁免费 那个搞印度起 搞印度当地的外企的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叫异地 就是莫迪就是靠异地雄起的 怎么听这么别扭啊 自相矛盾啊 我也觉得挺别扭的 你要不想个好眼的才华 你这一溜都下来 你会发现富士康的业务基本上是一个很容易爆大雷的业务 实际上富士康的业务当时在我们这也是个爆大雷的业务 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富士康啊 那个跳跳乐 这个这个跳跳乐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 我们创压啊 我们装孙子啊 配合着一块解决的 甚至有一段时间富士康在某中部省市的呃 这个园区是一个优秀的呃 营商案例 哎 说什么好呢 我们到最后就会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呃 我 我比较乐观啊 我会比较乐观 我觉得郭台铭应该不会活着看到自己建立的帝国被毁灭了 啊 我是乐观的啊 当然这个直播间各位乐不乐观 那单说 他是不会 他是会活着看见毁灭还是不会 你说清楚 不会 不会 你怎么骤人家呢 嗯 就我比较乐观啊 我比较乐观 就像拉姆斯菲尔德说啊 那句话 啊 可以 就打的挺快 6月29号是吧 就就差一天 就就差一天 你说赶巧了 啊 就就这么个就这么个事 你你说我我你说我配合你 我怎么配合你 我没法配合你 那确实没法配合 嗯 顺便一提欧美最近你知道吗 美国最近又开始放话了 说那个TikTok那个事 我们延到大选后吧 就剧本一模一样 我都麻了 跟那个什么 又来一次 就就你就你知道吗 就美国人这个剧本就太熟悉了 太常见了 以至于 我说实话 我现在作为一个这个行业的 没有惊喜 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点是什么 就是我的刺激欲值太高了 就是我给大家醒悟一下 就像拍有颜色电影的这个女性演员 就是到后面就麻 停停停停停 就是我就现在就属于那种麻的状态 就是都行啊 偷退 但是我没有办法进入角色所需要的状态 这个问题说实话 对于我这个行业来说是呃 是一个漏息啊 是一个这种会影响我表现的这个performance的这种啊 一个缺陷 还是没办法 怎么说呢 你现在说 他现在说这个呃 我们把这个事打算拖到大选后 这完全是可预见的 为什么 因为因为美孚第一现在没办法确定啊 他要当上单 他还是要当打野啊 他不他不说自己职业 你干啥都不合适 你万一出装出错了怎么办 所以就说我们等美孚第一啊 解决了啊 解决了这个事啊 我们就都解决了 那实际上就说明你们现在也解决不了问题 包括最近有人说那个字节的收入 已经达到600亿美元超越腾讯 是600亿还是6000亿万 反正就是差不多那个数啊 就超越腾讯吧 他们就说自己的收入超越腾讯 我估计也是想为这个事搞事情 当然你说数据能不能超 数据可以超 能做还是能做到 你看这就是资本主义啊 就有的时候你会迷惑 到底谁他妈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谁他妈才是真正的那个邪恶的地固 想不明白 真想不明白 老封建 谁才是谁才是古老落后的闭关锁国的 然后然后说到闭关锁国想到一个事啊 就是尹熙悦 你为什么会想到尹熙悦呢 就尹熙悦搞了一堆抽象政策的时候 韩国现在就处于一个停滞状态 就是对外的一个数据处于停滞状态 一个就由于数据处于停滞状态啊 就韩国的年轻人就业的问题啊 导致一个麻烦的事是什么呢 韩国的这个大选关注度迅速下降 以至于韩国的电视台 包括SBS等电视台为了整活 我告诉你们他们弄啥 他们在搭棚拍那个 呃 就是拍两个人在炉边烤火的画面 然后把这个拍这个烤火画面的演员 换成尹熙悦还有那个在野党的那个候选人 李在明啊 批成他俩的脸 然后或者是短刀四划 把短刀四划两个就是很明显的是年轻男性运动员的脸 批成尹熙悦和文在明 反正就想办法 搞出一种 搞出一种PK的画面 为什么 然后就 大家问他为什么啊 就是 虽然我们不想把严肃的国家选举搞成 搞成娱乐节目 但我们觉得这样做能够换取年轻 能够唤醒年轻人对政治的热情 顺便也能促进他们多看看电视 关注关注国家大事 就这两个灯祸 我要是韩国人 我都不想看 李在明这种这样的都能够 都能 哎呀 说什么好 都能够在选举这种影 不知道不知道怎么表述 求求你们当个人吧 有一个办法能够让韩国的民众 不是让韩国的民众恢复对政治的性 就是 就是让这个民众不选不参与选举 然后真的选了一个重制 一个真正的重制 就是比比卡卡 比尹卡卡还有重制的那种 然后并且有幸的没有在他的统治期内 发生内战 或者是什么北方打过来的这种情况 那估计再下一届这个什么选举的投票率 关注度可能就上 我再不投 我再不投又被被代表了 我得死 那这样可能可以挽救一下投票率 现在整个韩国唯一能够让我提起兴趣的就是三星电子的财报了 他们说三星电子自2022年一季度还二季度之后终于可以盈利了 你他妈终于赚钱了呀 而且韩国人还有最后的一招 就是你们在你们在地狱朝鲜继续磨正吧 爷润山东了 真的有啊 而且不少啊 对啊 就是啊 爷润山东了 有钱的爷润张家界了 然后一帮人赖张家界不 那棒子 我不行不能说话了 我们也不能 大汉民国的国民啊 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啊 一直都是充满热情激情洋溢的 以至于我都想跑到他桌子面前把他那个菜扣的脸上 为啥太他妈闹了 像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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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鸡丁好吃 要我也好吃 鸡丁也好吃 要我鸡丁嘎哒哒哒哒 这个HV现下跟我跟我呆过 他知道我的一个就是耐心啊 由于工作的耐心很少啊 很容易暴躁的这么一个人 确实 就是搞了之后就是你遇到这种人坐在你旁边吃饭的时候 你是很容易 他妈的 你还好意思说 知道自己耐心 知道自己耐心不足 暴躁 走了快四十分钟 拿你那个烤鸭票 骑个公马单车都不骑 我 那当然我得吃饱了撑的 我得溜你溜你多少 好意思说 我测 我那当然好意思了 我为啥不好意思 烤鸭是我决定的又不是你决定的 那你不吃吗可以 早点拿票会死似的吗 我忘了呀 我下午都快上完包了 我再想起来 哎爷没带 你我旁边还有滴溜剂呢 我甚至都可以带你去滴溜剂 我为啥带你去吃烤鸭票 就因为快要不要能多走点路 行 健康 你太健康了 我健康个屁 最近的 说实话 最近就这些事啊 就单论科技领域来说 实际上 我个人的角度是认为 最近的科技领域 没有什么能刺激到你的事 没有什么能刺激到我们的事 因为 整体来说 我们放到全世界来说 执行力都是比较强的 就导致我们很多剧本就是什么呢 就是啊 暗部就搬来 那大洋彼岸呢 是什么呢 也是暗部就搬来 但是大洋彼岸是什么 在作死闹事的这个领域 他们有一套完整的剧本机制 他们也觉得自己是在暗部就搬来 他们也想着暗部就搬来 做什么梦的评价 暗部就搬这种东西是你想就能的 就你就像波音飞机那个事 波音飞机出第一次出事 我就知道他他妈要第二次出事 那个举报那个哥们 当时都给弄鸡眼了 从15年一直举报到现在 我还没记错 15年还是17年 一直举报到现在 举报到最后都都说了啊 你们要再下几个采购配件 波音的777和78起 注意 我还很喜欢777和78起的 为啥 豪华科技 它的经济仓比较宽 然后我还升过仓 这逗得来了 我还升过仓 就真的很舒服 而且我做的是海航的科技 你们就知道了 就是真的就国内一流的 这个航空企业 很舒服 然后他告诉我说 我喜欢做的这两类科技 会解体 就在空中啊 就是空中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老头啊 突然开始啊 打开电视 给你念啊 我作为啊 什么什么啊 将啊 卡卡 然后卡了一下 这个飞机就跟那个国家一样 就没了 擦啊 你现在好了 我连海航的飞机 我都不想坐 以前我是 只要有人敢请我出去坐飞机 我必坐海航啊 无他啊 我的精神好受一点 对方的精神能难受一点啊 现在好了 我不敢坐了 我还是 我还是坐高铁吧 哪怕坐高铁二等坐呢 对不对 哪怕站票都可以啊 就说难停点 高铁至少 我还能有个缘由 你这在天上呢 他妈不好找好不好 行吧 如果是真的是77787出事的话 那怎么 你就不值得信任了 777的制造出过大事 777的现在 它那个质量包装 不是出问题了吗 大量的这个金属碎屑 在制作过程这种残留在飞机里 然后还有什么工人 工人因为扳件 因为那个扳件 就是零件对不准 在零件上跳啊 在零件上蹦跳 强行给 强行给怼进去的 就全是这种 就飞机这么造出来的 就那种动画 动画片里的一样的场面 就是咔咔踹凉 就咔咔踹凉脚 在部件上站起来 杠杠杠 使劲地往下蹦 然后这个部件中去擦进去 这种东西 你组合起来的话 它们里边会存在 就会存在内部硬力的 这个内部硬力的话 非常容易产生 这个裂缝 和那个结构 波音本来就是很轻的材料吧 有用碳的 有用钛的 有用铝的 有用航空铝 就铭合金的 然后用复合材料了 但都有一个问题 在于什么 就是你不能玩命折腾 就你可以折腾 不能玩命折腾 现在波音竟干这种玩命折腾的事 就有 然后有人说啊 就是波音的这个 陨落是因为卖道的傻逼文化 我说可有没有可能不是卖道 就是你他妈波音傻逼的 是波音的股东 把卖道的管理层 给换进了波音里头 确实是波音的所有者傻逼 波音的这个股东傻逼 主要的问题还是 这种企业不应该上市 最后发现 就这种傻逼企业真的是 相比起来 我说实话 我会觉得说 C919的策略 可能还会相对保险一点 先让越南印尼这种 试着玩 人家还是异项订单的 还是会买的 还是会买几家 实锤的国内订单 好像还没有那个啥 这种所谓的东南亚订单 都是过水订单 懂我意思吗 叉叉航空 最后七拐八拐 一叉股东 东行 南行 国行 洗澡 洗澡系 洗澡系 货运航空 你告诉我是东南亚的某个货运航空公司 七拐八拐 一看 还是这个叉叉集团旗下的 聪明一点 我们就在外面飞 我们慢慢飞 真飞出事了 对吧 也好宅 对吧 我们可以说是当时航空员有错 或者就是天气不好 或者就是反正就是机组成员的原因 跟我没关系 我们也跟博音学嘛 注意啊 这个直播间是一个很缺德的直播间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存心推卸责任 而是这样的案例之前已经有过 对 我们就是系统性的学习过这些案例之后 我才会给出直播间的这些评论 并不是说 我对C919飞机本身的质量有怀疑 还是那句话相信东航 这也是个地域消耗 相信东航 这个相信东航这个地域消耗 我觉得在这个直播间讲的话 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过于恶毒 我同意 这个消耗确实太过分了 相信东航那事儿确实太过分了 相信谁你也别说相信东航 我倒想相信海航 相信海航他一下子给我推就 我相信海航我不敢去巴黎了 就是说你往那边挪挪 你往那边挪挪 走你 张东升是吧 行 确实 对了 说说说耶伦 就是因为耶伦是9号一早上走的 9号应该是一早上走 走完了之后 从目前的表态来说 至少没谈崩 因为我跟我记得我跟HV吃饭的时候 是8号吧 是 是8号吧 对当时 当时特别逗 耶伦去精英去喝酒 精英喝酒 上次喝点 后面是个国安 后面是个国安的围巾 好死不死 耶伦脑顶上那个围巾 那俩子是什么 死磕 跟压死磕 对那一串国安围巾 刚好拍成那个样子 就刚好拍成死磕 就 就属于过不去了 这坎过不去了 你还没看那个 我忘了是哪家媒体 就拍了耶伦在北京 这个访问完之后演讲的那个图 就他拍的那个视角 跟耶伦被 跟耶伦被卡在那个讲台的 就 跟他的头被卡在讲台顶上 就准备准备来一次 这个 这个 法国特色 广场 法国特色广场处决一样 真的 就那个照片拍的 他的头 就是那个讲台的上缘 有一个深色的一个装饰 一个相当于一个边线 然后那个视角 刚好把耶伦的头卡在上 一点脖子没露 那些阳序还很多 更麻烦的是那些阳序多 然后那个拍摄效果 就非常震撼 看起来就跟1792年似的 我反正我是觉得 耶伦这次真的就是 功为师和来 就我真想不到 什么别的词来形容了 你看啊 陶刀居也去了 川岚也去了 京英也去了 这一路给他弄的呀 有没有再去一次 那个一作一忘 没有 他大概率没有 他应该就是 探遍后逼多 真假 耶伦说 今天八个人 穿慢啊 多少多少钱 我是觉得就是 因为耶伦本人点名说了 我就是想去看一看 他的原文说的是什么呢 我去这些地方餐厅看 我能感受到当地经济的烟火气 就让我想到的一位故人 就这个话说的 就让我想到的一位故人 不是什么好事 然后他在广东的时候是 私下里拉了一帮欧美企业 跟着喊话 大概意思就是我们欧美企业要团结 在中国要团结 开了这么一个积极友善的大会 当时就觉得这会没什么屁肿 于是当天晚上他跟商务部的人 一块互相对骂了两个小时 商务部服务长向他表示严重关切 这个严重关切大概什么意思 这个我在中国间就翻译了 基本就是骂愣骂 咔咔骂 骂了两天之后 觉得在广州也干不成什么事 去北京吧 又跟行长见面 又跟这个见面 又跟那个见面 见完了面之后发现 似乎也是没啥用 4月8号下午去 应该是去美食馆演讲吧 是美食馆 我忘了 演讲之后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确保不会杀了对方的妈 这次会议得出最大的结果 就是我们觉得对方的妈妈是值得尊重的 我们既不会凑对方的妈 也不会杀对方的妈 得出这么一套结论之后 然后撤了 今天不打起来 明天不打起来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就什么时候打起来不好说 大概就这意思 然后就走了 走得还挺快 然后说是 那个中美之间商务关系 可能会有缓和 缓和个计谋 你他妈看看现在黄金价格 是 然后你告诉我说 美国三月份的KPI 他妈上升 然后因为美国三月CPI上升 所以我还要加息 这都他妈什么狗屁书 就越想就越觉得 就是我现在就是完全 持一个完全不信任美元相关资产的态度 最后还就先点菜吧 先他妈吃菜吧 就耶伦那个状态就是 无论如何先吃菜 我觉得耶伦特别适合演迷宫饭好吧 就那个状态啊 迷宫饭 就迷宫饭啊 就不愣造 愣吃 我给他想想下次去了 我在想他下次会不会去西安啊 或者上海没必要去 上海对他来说反而比较厉害 会不会去西安 西安啊 是纽约不好待吗 或者重庆啊 这种地方啊 他他反正他得挑新地方去吃了 他得他得吃点中高端的菜 因为他呃 耶伦有一个问题在于什么 他还不是那种呃 老老就那种老涛 什么涛涛 老涛那种啊 就反正老涛老涛说错 反正的意思 就他还不是那种特别挑的时刻 他可能就是我出来玩了啊 我得吃个当地特色菜啊 我我估计耶伦要到杭州 绝对他妈吃西乌醋鱼啊 就这么 那么大一条啊 啊就这么个人 嗯啊 你你也你也不能指望他说他能推进什么事 因为没啥可推进的 真没啥可推进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过几个星期老扫子来 我推测他可能会在四月底到五月初这段时间来一趟 他坐什么飞机来啊 划船来吧 就就就我 我确实挺期待布林肯来访了 但我有一个问题 他总他他他坐什么飞机来呢 你坐那个美联航 嗯 坐那个美联航的胡人队涂装的飞机来 嗯 那这真就是孩子们我回来了是吧 啊 就属于啊 哦 哦 哦 我我是觉得这个飞机给他挺 很合适的 因为你你说实话 布林肯最近的这个存在感极低 嗯 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沙利文 为什么呢 因为沙利文真的泪无骨折了 并且真的不露面 大家不都传说差点让俄罗斯导弹炸死吗 俄罗斯导弹炸死 我是不信的 开玩笑的 就不是说炸死 就是让俄罗斯导弹炸着 这肯定是编的 这个不用想 就大家开玩笑 这个意思是说就相当于他 他们这帮负责欧洲事务的人 就就因为因为乌克兰吃俄罗斯导弹和炸弹吃到饱 导致事前的所有预想几乎都绝对的无法实现 所以这俄罗斯的导弹和炸弹能炸在他身上没什么区别 我们乐观一点 他可能是在索契滑雪的时候摔了个跟头呢 索契滑雪 没有索契是个度假胜地的 我知道索契是可以滑雪 他这个度假胜地的 他这这这时候这现在已经到了偷偷去索契的程度了 你说那句话 不要低屋这帮孙子能玩了有多花 我们要乐观一点 去哪里享受不是享受呢 山水庄园还有枪的对不对 也行 你得这么想 山水庄园的枪是哪里来的呀 索契 索契是一个乌克兰相邻的国家 你看我我现在已经我我现在也 怎么叫我姑且也稍微学会了一点新闻学 索契 沙利文去索契了索契在哪 索契是一个 他在乌克兰附近度假 不索契是一个什么 索契是一个与乌克兰相邻的欧洲国家的度假胜地 与一位和乌克兰局势具有高度关联性的欧洲国家的元首 进行了秘密的会面 你看我 我也会学习 我姑且也学会了一点新闻学 没有是那样 我为什么会提滑雪呢 因为滑雪确实能导致类无骨折 而且滑雪是他这种人能够产生重大身体伤害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车祸以外 除了车祸和飞机失事以外 怎么又提到飞机失事 又捞杀了 这个滑雪确实容易出事故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反而不太相信 他真的在基辅遭到了什么伤害 我个人不愿意相信这个事 他肯定不是说真的在基辅挨炸 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我们开玩笑戏称他在基辅挨炸的逻辑是什么样子 当然有一种可能是他定的 是他预定的女性服务人员 对不对 举个例子 读开原过 别闹别闹 这就过分了 这也有可能 现在已经变成了俄罗斯问 你觉得我是欧洲国家吗 他已经不是俄国人问 欧洲已经不是欧洲人问 俄罗斯你觉得你是欧洲国家 现在是俄国人问欧洲 你觉得我是欧洲国家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你知道吗 就因为这个事我还是会说 可能我会真的多买一点卤布 我可能我会真的多买一点卤布 因为说实话最近多少时间我大概说最近两年吧 我所有的这种策略都是规避美元资产 跟美元相关资产我都会规避一下 就我越来越相信实物金条的啊 对我的诱惑力 我不相信黄金 我不相信纸黄金 我不相信黄金也升级你就给我金条 哪怕我亏钱我都无所谓 你就大概知道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怎么样了 就是都他妈炸了最好 金条真的是好东西啊 直播间的隔壁 不是金这个玩意儿涨得太快 当然现在也别买啊 然后非要现在买就那句话 运渡服输 别别高位进场 高位进场一律运渡服输 运渡服输就我我说实话 我我不是说反对高位进场 而是说你得认输啊 你他妈不认输 你又不愿意等周期 那我说你什么好啊 还有最好最好不要动什么买买什么流化铁的歪心思 好吧 神他妈流化铁 流化物吧 不是流化铁 哦哦流化铁啊 你先人识是吧 最好别动什么这种歪心思 还有一个就是 我为什么我会说规避规避资产这个事 就是我相信一个事什么呢 如果你真的去看金价的话 那那就会有两种理论 那会有两种理论 就要么降息降息代表美元贬值啊 金价要涨啊 你不降息啊 大家不理性 金价也要涨 横数都是金价要涨 那我为什么不买呢 也是啊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反过来说啊 反正金价也得跌 为什么不去买呢 我从来不相信 就是老美的CPI数据和老美的那个非农就业数据 原因很简单 你要像我一样 每天有30%的工作都会被美国人的新闻挤占 你也会不相信这些傻屁数据 路透社称 路透社称在此案中 现年67岁的张美兰在内的90名被告 近90名被告 被控参与侵吞120亿美元的财产 如果事实得以确认 可能是亚洲最大的金融欺诈案 怎么 越南越南的女首富死刑 判死了 判死刑了 今天 昨天判 没有张美兰判死刑是一个正常现象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就是他创造了当地的一个这种经济犯罪的一个超级上限 而且这个上限是大家一时半会儿达不到的 他就是巅峰 太他妈牛逼了 检察院表示张美兰需赔偿西贡商业银行约677万亿越南顿 没有 那个万亿越南顿实际上 一级越南顿不是大叔 万亿级越南顿只是数额比较大 因为越南顿它飘得特别厉害 你得去掉好几个理由你才能代表真实数额 2000亿人民币左右 但是在越南这确实是一个巨额的 一个越南的女首 越南的这个女首富好家伙 被检察院追赔款 一级之力 检察院追他赔款能追出2000亿人民币 他以一级之力干掉了越南的当地的一家商业银行的 这个筹官体系 然后他还是当地的那个政协代表 就是那个人民代表 国会代表 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 把他把他国会议员的位子也给扒了 连带着几个部级官员全部下马 干了什么 干了什么礼谱的事情 是那样 他是超大 简单来说 他是从一个乡镇企业进行超大规模扩张 通过跟官员的关系 承办了越南当地一个省的事件 路件 翻新等一系列工作 然后一路从南杀到北 一路就是靠着贵人的力量 从南杀到北 具体是哪个贵人 越南官场 我不懂 我不说 杀着杀着发现 这孙子他们建完房子不交房 就这是最蹬的 我们好歹最多弄个烂尾流 这次呢 他妈建好了不交房 或者是工程质量存在严重问题 甚至甚至搞到之后是那个啥 手里有钱就不还 越南人都震惊了 这什么网吧 你们这个资本主义还是有点 还是偷入了一种淳朴的气息 我我真的没听说过手里有房不交的 有点太 我想太资本主义了 为什么呀 我花钱买房了 房都修好了 你不交 他还不是烂尾流 他是硬炒是吧 愣炒对愣干 我不认 修好了我不认 你把什么玩意儿啊 就是我们 我要你补差价 就是就当初当就当初这个签购房合同的时候这个价我不认 现在房价涨了是吧 你在补差价还是一房还是一个房子多寿 就一房多寿之后这个就没法交不了房啊 嗯 不知道啥情况 我还我还在学习 不是学习 我还在了解啊 这可学不 这学不来 学个屁 然后是那样 因为因为因为这个事整个太大就一圈人都下去了嘛 而且越南当地是查腐败这个东西是没上线的 一查一溜人一查一溜人搞到之后就是把一大堆人都给弄下去之后服务器发现没人了 最近请王庭慧天天跟我们弄来弄去弄来弄去给的我们给的接待规格还还超级了就越级了 我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态度实际上也很简单 你们最好手里有牌啊 王庭慧是国会议长吗 啊 就刚刚过来那个是王庭慧是吧 嗯 刚过来那个王庭慧 就是还记得那张表情包吗 就那个啊 我手里还有很多牌啊 我们现在啊 我们现在给对面的一个提示就是你最好他妈手里有牌 你手里没牌要出去 对就一个给给给之前没听过的就没听过那个顾约人和顾业那边直播的 这个提个醒 就是这个公安部负责政治保卫的第一 这个你可以认为是第一副部长啊 或者叫第一总局局长啊 用一个磕磕磕磕磕更浓的称呼 第一总局局长曾经这个在今年早些时候专程访问过越纳 就政治保卫啊 负责政治保卫 政治安全的第一总局局长专门访问过越纳 就这个事情闹得有点有点大啊 有点晃悠 真的是地动山摇 而且更加爆笑的就是我们两方 两方啊 国服第一和岳服第一见面的时候 我们之后给出来的一个呃 一个就是双方的通告嘛 就是我们一个史诗级的一个通告里头 特意强调了一下 未来我们仍将共同面对颜色革命啊 以及对应的什么什么相关的问题 我想了一下颜色革命相关问题的强调 我目前只在对方的文件里见过 我又查了一下越南最近 我大概查了越南17年到22年的 这段时间的头版头表政治世界新闻 我发现就是得亏财新没有在河内有分布 这要是财新在河内干干 可以 混沌国会议员也不是不行 我的评价就是混沌国会议员也不是不行 越南可是他妈的体制内官员 都能说出反体制的话 他妈没啥事的 还是太自由了 你就想当地搞得多开心吗 什么 我看看 据报道 张美兰被指与西贡商业银行高层合谋 在2012到2022年间 通过欺诈手段在银行 在西贡商业股份银行 安排2500多笔贷款 向万胜发集团及相关公司提供超过多少 1000万亿越南顿贷款 对啊 他这个就是虚造项目 他们是虚造项目 占到西贡商业 占到西贡商业股份银行 在此期间发放贷款总额的93% 就什么就 你就一直羊往死里哄了 我操 你什么互相薅成狗牛了 未偿还贷款超过677万亿越南顿 他妈还不是属于说卷了钱彻底跑 他实际上被抓的时候还是能还呢 他才就不还 他就不还 不是 然后你才怎么着 张美兰虽然并非此银行职员 但作为主要股东 直接或到间接持有西贡商业股份银行 85%到91.5%的股份 我大概明白这是什么操作了 就是他建了个公司 然后驱造一堆项目 然后从银行疯狂的贷款 然后这个银行事实上 他是绝对多数的持股 这个银行也是他的 然后这个钱的话就相当于怎么讲 最后就相当于储户 他一边吸储户的钱 然后一边 我靠太牛逼了 他一边他还拿国家皮条 就一边吸储户的钱 一边拿国家皮条 一边在那边卖这个漆房赚钱 不行太乐了 我们还是聊聊王宝吧 我估计以管理员的文化水平 他应该听不懂什么叫王宝 这个可能比较方便 他可以只要他觉得听不懂 他就一律当成微信话题 然后关闭 但这个操作确实太抽象了 你就大概知道 我这个人强度有多高了 我一个月请你来一次 差不多 多了 多了我怕我什么隐藏分扣没了 隐藏分扣没了 开过了 已经开过了 咱们得说 你们要理解 你们要理解 因为部分地区谈的东西 怎么说呢 谈得太深的话 有点伤害对方的意思 我会这么说 得了吧 这种企业 这种企业会考虑什么大政方政 会考虑什么友好国家关系 不会 他只会 他只会借着关照这种东西 关照这种东西 在意这种东西的由头 来这个怎么讲 来肆意挥舞 来肆意挥舞审核大方 主要是 他要真懂 你就谢天谢地 就主要有一个很麻烦的事 是什么呢 我是真的觉得和粉很难吃 你知道吗 行吧 东南亚菜系里头 我唯一一个吃不惯的 就是越南风格的菜 原因很简单 和粉是真的 风是真的不好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风那么火 因为风的话 确实它的风格很 就我很讨厌和粉的 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不是歧视 我是觉得风没盐味 就是我允许你不割肉 我允许你纯菜 没盐是几个意思 风调味 来点鱼露吧 给你来点鱼露 鱼露还他妈厚嗓的 还有一股骚气 对 不要不吃好歹 给你点鱼露 不要不吃好歹 不要不吃好歹 对 你要再不弄 给你拿两勺辣酱 还他妈 还他妈是工业辣酱 还不如 你好歹有点风味 风味也没有 就辣 愣辣 我看看 我看看这个狗群有在发什么 你要壮大运喽 玩大运是吧 行 挺好 壮大运可爱 哎呀我靠 你们叫我升级群 叫我升级群 怎么这一个群 这一个群一年要六四八 是吧 你就直接说入群六四八 然后 然后是 弹宰派对啊 弹宰派对 抽一个是吧 六三八 不不 你不知道那个梗 就是最近那个抖音流行 这个梗啊 嗯 就是孩子 他爹带着孩子啊 去网狱门口 跟那骂垃圾 我孩子妈 花了一晚上 二十分钟 花了十个六四八 当然我觉得他骂的 也挺有道理的 这个幼老习会有点过分的 嗯 十个六四八 怎么花 你下一万多没了 然后跟王一门口 跟人喊 非常的有眼目秀 当然我觉得这个 这个做家长的 骂的是没有错的 因为这个幼老消费 有点过分了 短时间内 大量的六四八 滑出去 玩 至少应该设置一个上限